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我不要刷牙 这是谁啊 他好像很讨厌刷牙 他是不是那个嗯嗯出来把那个小妹妹 那我们来看看他又有什么烦恼呢 哇塞 你看他好像把他最喜欢吃的甜点都放在这里了 有蛋糕蛋糕有什么草莓蛋糕巧克力蛋糕葡萄蛋糕 蓝莓蛋糕哇难怪他天天吃这么多甜 还不刷牙应该会很恐怖吧 我不要刷牙 像我一样已经三天没刷牙了 什么你要让大家知道你三天没刷牙 不是啦以前是啦 哦那后来怎么办 副牙换牙齿 没有啦 有没有再刷干净 没有啊 好哦 你把它吃下去啦咔嚓咔嚓声很大声 哈哈哈哈哈哈 好我们要开始咯 猫猫小姐在森林里开了一间甜点店 猫猫小姐的店呢 有好多浅浅喜欢的食物 对对对它叫浅浅 然后呢也有好多从来没看过没吃过的甜点 我要通通吃一遍 我要通通吃一遍 浅浅兴奋的说 浅浅每天会约一位好朋友一起去吃甜点 每个朋友都提醒浅浅要刷牙 可是浅浅偷偷的在心里说 嘴巴里都是蛋糕香香的味道 我才不要刷牙呢 他吃了好多甜点 有胡萝卜蛋糕 大布丁 还有甜甜圈 浅浅越吃越多 越吃越多 可是他都不刷牙就去睡觉了 嘴巴里还黏着巧克力蛋糕屑 我才不要刷牙呢 这只青蛙是他的蠢物吗 他想帮他刷牙 可是他牙齿真的塞了好多好恶心的东西 哇 这是冰箱吧 睡梦中浅浅站在一张嘴巴里面 看到好多黑黑小小的细菌正在偷偷找东西吃 哇塞 你看超多细菌 而且你看你有没有发现 所有的食物都是塞在牙缝里面哦 所以我们刷牙的时候只有刷牙面 是不够的 一定要用牙线去把牙缝的食物塞 刷出来 他为什么会卡在那里面 因为牙面上就像溜滑梯滑溜溜的 就食物经过就滑走了 只会卡在缝缝里面的时候走不开 所以我们刷牙最重要一定要用牙线 知道吗 有些小黑菌拿着铁锤对着牙齿 悄悄打打打造好多不同大小的房间哦 天哪细菌正然在他的牙齿里面 做了电影院 有餐厅 竟然还有游泳池耶 浅浅从睡梦中惊喜 先冲到了镜子前面张大着嘴巴 啊 哦 还好还好还好什么高买摇 收了一口气的浅浅马上打电话给婆婆 婆婆我跟你说哦 我做了可怕的梦 吓到肚子好饿哦 我们一起去吃甜点好吗 隔天浅浅和小狗波波一起到甜点店 大口吃着热腾腾的肉桂卷 嗯 好好吃哦 哎呦 浅浅捂着下巴说 嘴巴里面好像有东西跳来跳去还肿肿的 好痛哦 妈妈小姐跑过来关心 你该不会是蛀牙了吧 浅浅用力摇摇头说 我才没有蛀牙呢 哎 这种感觉你一定很深刻吧 常常牙痛的孩子常常捂着嘴 突然就是告诉自己才没有蛀牙呢 我没有 哦 真的吗 好吧 我没有蛀牙你看 我真的没有蛀牙 好好好 那我们继续看 哇塞你看浅浅 他的脸总得跟昂谷柜一样 浅浅回到家觉得牙齿麻麻的 好像越来越痛 但是他还是不刷牙 就直接去睡觉了 天啊 他的嘴巴好像长成这样了 你看青蛙还追上来说 浅浅刷牙啦 刷啊 你还不刷啊 天啊 超痛的感觉 这个这个这个嘴巴怎么睡啊 浅浅左看看右看看 发现好多小黑菌在庆祝什么的样子 听到他的家 他的牙齿越来越多小黑菌了耶 有一个小黑菌走过来 我们正在开甜点派对 要不要一起来呢 浅浅听到甜点耶 马上开心的说 好 浅浅跟着小黑菌来到了一个牙齿餐桌 上面放满了甜点 奇怪 好像都是我吃过的东西耶 那请问一下这里到底是哪里啊 这里是浅浅的嘴巴 他天天不刷牙 留给我们好多食物 真是谢谢他 黑菌妈妈开心的回答 天哪 连小黑菌都有妈咪在里面 难怪他生了那么多小黑菌 甜点很好吃 但我们也很喜欢吃牙齿 你要不要试试看啊 黑菌宝宝热情的分享美食 浅浅才发现旁边的牙齿 都被啃得乱七八糟了 吓嚇得他急忙大喊 不可以 不可以偷吃我的牙齿啦 Oh no 天哪 浅浅从噩梦中惊醒 觉得好像有一百只砖子 在牙齿里面砖洞 好痛哦 牙齿痛到爆炸 好像一座火山在嘴巴里爆发 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真的吗 浅浅 你的牙齿都没有刷干净 细菌最喜欢这种牙齿的 你看大嘴鸟医生说 很多小朋友都说我有刷啊 我有刷 但是有刷干净吗 有没有用牙线刷你的牙缝呢 浅浅不好意思的说 其实我都没有刷牙 大家都吓了一大跳 浅浅进来 从来都不刷牙 太夸张了吧 小黑菌喜欢吃美食 也喜欢沾满食物的牙齿 所以吃完食物以后 一定要仔细刷牙哦 首先先倒一杯水 再来牙膏挤在牙刷上 再啊张大嘴巴 上下刷刷刷 记得是上下沿着牙缝这样把它刷刷刷 不是左右哦 左右牙缝是没有办法把脏东西刷出来 一定要顺着牙缝上下刷刷刷刷 左右是因为牙面也要刷干净啊 然后里里外外 里面也要刷刷刷 牙面的里面一定要刷 不然有些人住牙都住在里面都看不到 左右刷的时候也要把上面的下面都要刷干净哦 再来一二三牙齿转一个圈 再一次全部里里外外正方形的牙齿都有左右前后上下都要刷干净哦 最后一定要记得咕噜咕噜噜漱一口水 噗噗噗吐出来 知道吗 知道 他刚才有鼻孔撑大 跟你一样最喜欢把鼻孔撑大 好哦你看 你前说什么 谢谢大家陪我看医生 终于又可以吃好吃的点心了 连小金龟也吃耶 好吃好吃 前前再见 记得一定要刷牙哦 大家挥挥手 跟浅浅说再见 再见 拜拜 吃了腰不了了 浅浅他他会回家刷牙 你看他回到家马上就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刷刷刷 哇你看他的牙齿 然后小青蛙盯着他刷 对啊小青蛙比他还认真在刷 你看现在浅浅的牙齿哇 好白好干净哦 嘻嘻我的牙齿最漂亮 好了这个我不要刷牙的故事已经讲完了 接着我们要讲另外一本书 我们先再见咯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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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